哈喽小伙伴们 欢迎收看Duel Moon TV Costco的牛肉种类丰富 虽然这一年来价格涨了又涨 但对比其他超市 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实惠之选 但是如果要买回家做中餐料理 该如何选择呢 一起来看看吧 视频开始前 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牛尖 牛后腿 炖牛肉快 Steal meat B for stew通常采用的是牛尖肉 不过也有小伙伴说 Costco的客服人员告诉他 用的是牛后腿肉 共同特点都是肉质比较老硬 适合做咖喱牛肉 红烧牛肉 等需要长时间炖煮的菜式 但是因为实在太瘦了 吃起来还是觉得干柴 更适合喜欢有嚼劲的小伙伴 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做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牛尖甲肉 Truck roast 大块的牛尖甲肉和B for stew相比 肉眼可见的多了一些肥肉 做红烧牛肉 或者土豆炖牛肉的话 感觉比B for stew那种纯瘦肉的更好吃 另外 不喜欢买超市现成肉馅的小伙伴 还可以拿它来做饺肉馅 做成牛肉丸子 吃起来很有弹性还多汁 纯瘦牛腩 flank steak 来自牛腹部的beef flank 就是我们常说的牛腩 但是和中超那种肥瘦带精的不太一样 Costco卖的会把筋膜和肥肉都切掉 只留瘦肉 肉质比较有韧性 香味更浓 适合做咖喱牛腩 清汤牛腩 红烧牛腩 或者小炒做个香辣牛腩 也是鲜嫩爽爆 牛后肋骨 back ribs 牛短肋 plate short rib Costco有两种牛排骨 一种是back rib 骨头比较大 肉相对较少 而且主要集中在骨头之间 有丰富的骨髓 适合做炖排骨 汤的味道更香浓 还有一种是short rib 骨头比较小 而且是直的 肉更多 适合拿来做红烧 或者糖醋 牛前腰肌肉 切片纽约克牛排 Long New York Onless 纽约克牛排取自牛的前腰肌肉 它夹在肋骨和里脊之间 牛肉味很浓郁 这种切成片的质感软嫩 用来涮肉有些厚 做韩式BBQ就很好 还可以简单腌一下 拿来做快炒 或者水煮牛肉 酸汤肉片 肥牛盖饭 味道棒棒的 牛下腰肉 Longing flap meat state Flap meat的纹理比较松散 平平的形状看起来有点像牛腩 位置也很接近 它在牛下腰靠近后腿的地方 如果你用垂直纹理的方向切开 会发现它的肉质很嫩 用来做炒牛肉丝就很不错 如果做成卤肉的话 也能丰富地吸收汤汁的味道 由于它是一头牛身上比较珍贵的部位 产量少 柔软 而且肉味很浓郁 有些日式店还会拿它来做刺身 牛短肋条肉 Chuck short rib sponeless Chuck短肋 通常指的是牛身上前四到五个肋骨 位于胸腔位置 这部分的肋条肉肥瘦比例大约是8比2 由花分不均匀 厚度至少有1到2英寸 再加上是骨头间的肉 味道浓郁 口感软润 简直是做中式料理的全能型选手 C位中的C位 可以切成块做个黑蒜子牛肉粒 相煎牛肋条 另外红烧 炖煮都不采雷 开锅以后喷香不腥 味道浓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Costco牛肉分享 大家还有什么四藏的牛肉做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喜欢本期视频请点赞关注 更多食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咱们下期见 拜拜